人要对一切负责 能够学到不干扰别人 他就能够心无恐惧地和平生活 依照佛教的说法 人自己才是命运的创造者 他不要埋怨他的命运 因为他要单独地对他自己的生命负责 是他使自己的命运变好或者变坏的 佛陀说人创造了一切 我们所有的忧愁危难和不幸 都是我们自己所创造的 是我们过去的贪、贞、痴影响累积的结果 我们将结果带来 也唯有我们有力量去克服它 解灵还需系灵人 人心如同动物 有时候被动物本能所牵制 不同于动物的心系 人心可以训练 而成为较高的价值存在 而成为较高的价值存在 假使人心 更具伤害性和危险性 例如动物 它们没有宗教问题 没有语言问题 没有政治问题 没有社会伦理问题 没有呼吸的问题 在同一的动物种类之中 在同一的动物种类之中 它们没有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 它们相斗 只是为了食物 住处 和性育 但是在人类之中 有上千的问题是人为的 它们的行为 无法解决问题 而又制造了更进一步的问题 人不情愿承认这些弱点 人亦都不愿承担这些责任 人的态度 经常是将自己的失败 归咎到别人身上 假使我们每一个人 去分担我们的责任 我们将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保有某种和平的气氛